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纽约共修主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安 向十方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神请安 向大慈大悲的师父请安 他们是纽约的 纽约 今天纽约共修主有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解答 第一个问题是 之前师父开示过 如果房间一直空置的话很容易有灵性进去 纽约有同修他在外州有一套房子 然后但是他不能总回去 请问应该如何避免进入灵性 如果这个房子经常不住人呢 很容易进去 但是并不代表一定会进去 灵性 听得懂吗 只要回去的时候把菩萨供上去 那么就可以了 不回去的时候把佛像撤下来 不要放在那里 好了 他在外州没有设佛台 他在这个房子里没设佛台 他可以拍一张观音堂的照相片 然后回去的时候把它供起来 放个香炉放杯水就可以了 好 感谢师父 第二个问题是 同修为家人练了三个月的心经 也配合了劝导声闻 但是家人还是不太相信 请问师父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更加快速地 增上家人信佛念经的缘分 逼着他 盯住他 可能不了 有什么办法 他不相信 随缘 等到他哪一天相信了 你再去度他 如果他不相信 你就说 没关系 哎呀妈妈 你就让我先相信吧 如果我好了 你看到了 你再相信 如果我还不好 脾气改来还不如以前 那你就不要相信 那你改来像菩萨一样 爸爸妈妈一看 嗯 女儿真乖 像菩萨一样的 嗯 这个法门好 我相信 你要做榜样出来的 你逼着他 妈妈 你也相信 你要吃素 啊 你否则不好修 啊 你要下地狱的 好了 人家不相信了 听得懂吗 听懂了 欺骗每天给自己 不相信的亲人 好吧 求关心菩萨慈悲 啊 保佑我家的亲人 某某某 能够相信菩萨 好了 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 嗯 啊 第三个问题 有的人是因为出现了事故 比如癌症 生意失败 才激活了佛缘 信佛念经 如果我们一直求家人 快点信佛念经 呃 菩萨或者护法神 会不会安排一场 劫难给家人 让他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信佛 这样的劫难 会不会很大 你说说看 菩萨会弄个劫难 给你 尝尝 你这还叫菩萨啦 你本身命中 比方说本来有一个劫呢 对不对啊 本来你算命 就要算出有一个劫的 好 你三十九岁 有一个劫 因为你不相信了 好 正好到这个三十九岁的劫呢 好 出事了 对不对啊 出事了 然后呢 他就想 哎呀 这菩萨给我弄一个灾祸呀 那还信什么菩萨 菩萨是最慈悲的 听得懂吗 菩萨怎么会弄劫给你呢 对不起师父 你 take care about your mental disorders 对不起师父 纽约共修主的问题问完了 没了 没有了 只有三个 我们心灵法们在全世界都有共修会的 全世界都有 接下来就讲啊 师父 纽约的同修们都很想您 请您一定多休息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纽约共修主一定会继续努力精进洪法 保证今年万人法会的圆满及成功 师父我们在纽约等您 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现在听了他的话 我现在就休息了 再见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萨 感恩南无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感恩师卢俊红台长 弟子代表新加坡公修主 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每天在网络上 阅读大量的佛法 开始信息 精进修行 但是生活中的信息和杂念 让自己学佛状态 起起伏伏 一定时间后 觉得心没有那么清静了 甚至有些浮躁 遇到生活中的问题 有时也不能智慧处理 感觉自己好像倒退了 想请师父开示 在修行学佛过程中 我们因此何种的 学佛心态和方法 让自己既能圆融 贯通佛理 又能兼顾生活和修行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本来学佛 学得挺好的 时间学得长了 会有一些倒退 实际上这很正常 一个人学佛当中 会碰到一些难题 碰到难题的时候呢 人就会有一些懈怠 所以一般的 像这些问题 最好是精进 就跟做生意一样 很多人做生意 碰到麻烦了 哎呀他就很懈怠 他就很往倒退 我们学佛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学佛 学到碰到难题了 就没劲了 还不如在家里呢 对不对啊 对 这就是为什么人会倒退 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精进 精进是什么呢 跟大家一起 跟好人在一起 大家都在念经 你也受到鼓励和影响 对不对啊 你一个人在家里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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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没劲了不念了 对不对啊 你碰到点麻烦就不够做了 还第二要精进 就是说经常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啦 听听录音啦 都经常参加些活动啦 总是有一个希望 所以很多人跟着师父他们很开心啊 师父啊 我想你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其实呢有些人呢混在里面说 师父啊听说最近独拜又有我们共修会啦 你什么时候到独拜啊 我没去过 我想很想跟你一起去 最后两个字本来是说红法 后来改成跟你一起去旅游 对不对啊 咋姑娘你总有个希望 听得懂吗 我看我很快真正要到独拜去了 他们共修会就成立了 对不对啊 因为独拜那个地方 听说也是也是很很很好的一个城市 你好好的修 坚持念经学佛 跟大家在一起 不要掉队 你的心就会勇往直前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下个问题是 同修许愿一事修成后 出现很多梦考 同样的梦考 重复考都考不过 同修现在知道自己境界不高 根基不足 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许这个愿 请师父慈悲开示 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自己达不到 就不要去许这种愿 这种愿很大的 说我要一事修成 我告诉你 要把前几世的业债 在这一世当中全部还完 可能吧 你说说看 对不对 就是看看自己吃几碗饭 肚子大不大 如果肚子很大 是饭桶 那么多吃点饭 如果肚子很小 你就是走到自助餐 你也不要把自己肚子塞个宅宝 你也吃不了多少的 所以今天有这个愿望 很好 但是还做不到 先不要许这个愿 等到境界提高了 觉得我真的像菩萨一样了 我可以许这个愿了 再许 你现在只能跟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是凡人肉胎 我尽量的 让我自己一事修成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悲很多业 不会让你马上 要消掉很多业 否则他会根据你的年龄 看看还有多少年 一事修成 按照这些功课 让你拼命的消业障 这个时候 你的业障全部来了 那么浑身痛了 生病了 什么麻烦都来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师父那如果他已经 许了这个愿 要念礼佛来忏悔吗 用不着的 这种是善的愿 没有关系 如果是不好的愿 那就不行了 很多人说 保佑我工厂 一定要赚钱 菩萨怎么怎么 那就不好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就是如何判断自己 可以许一愿修成的愿呢 可以许一事修成的愿呢 许一事修成的愿 很简单 你要感觉到自己身体 各方面很好 人很顺利了 感觉自己没有病 没有灾 各方面都比较圆融了 很开心了 这个时候你感觉 哎呀我天天活在 像天上一样 好了 你的业障很少了 这个时候 菩萨嘛天天来 佛灯嘛天天接莲花啦 香嘛天天打卷啦 这个时候你赶紧就说 菩萨我要一事修成 一事修成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父慈悲开始 这里痛 那里痛 头痛 哎呀痛得来 菩萨我要一事修成啊 哎呦我牙又痛了 好了 没办法的 傻姑娘 新加坡心灵 公俗主 一定会 谨记师父的教诲 努力弘扬 观世音菩萨的 心灵法门 救度众生 让更多的人 修训学佛 让更多人 离苦得了 让心灵法门之化 改变新加坡的 每一个角落 感恩师父 这些孩子很可爱 他们都是真心的 他们不是装的 他们是真的 他们他们很慈悲 这些孩子真的很可爱的 来吧 感恩南无大大悲 救护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以谢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师父 弟子代表 比利时公俗主 请师父 开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几位同修 一起去放生 放生预定数量后 另外多放的鱼 价格比 其他鱼便宜 只是 这位家 于数量的同修 得到的 价格优惠 请 请问师父 这位同修 是否算恋财 如理如法吗 请师父 慈悲开示 要看 量变到质变 多少钱 就是放了多少 大概 比如 比多少 就是 比方说数量很少的 那就没关系 不多 不多没关系的 比方说 多出来四条 价格比较便宜 我练财了 不可能的 傻姑娘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是 大日子念礼佛 有的同修 业障激活了 不敢多念礼佛了 那么 平时 功课里面的礼佛 还可以念这么多吗 应该如何调整 请师父 开始 就是平时 不要超过七遍 一般的五遍 到七遍 如果是大日子的话 可以多一点 现在 也上次好像 菩萨说的是 十一遍吧 大概是 二十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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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子 就是这样 那么 这个二十一遍 包括你的功课 那以后就说 大日子 比如十三遍 还念十三遍 是吗 对 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 念完了 问完了 问完了 念完了 他在念 他说真话了 都在念 感恩 感恩 南无大之大悲 救护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莫佛萨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们 感恩所有义工 佛友们 师父 我们比利时 共修主 一定 紧跟师父的脚步 竭尽全力 弘扬佛法 救度众生 不论 我们走到哪里 就 跟到哪里 跟 我看你讲话 你还不如讲比利时语呢 把我急的 师父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不退步 不后退 一定好好修心修行 最后弟子代表 比利时共修主 邀请世界各地佛友 参加我们比利时 心灵法门 五月十一号 红法圣会 共遇佛光 共沾法喜 感恩 大家看到了吧 师父一年都排得满满的 感恩师父 弟子来自雅加达 共修主 感恩阿婆大师 这就叫礼貌 这就叫气度 雅加达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他会做义工的功德 喜悦转给身重病的家人 请问师父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修行修行多年 有没有功德可以转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起心动念都会有漏 然后如果没有功德 喜悦转 功德 功德给生病的家人 家人的病会不会反而恶化 转功德的人会不会为生病的家人 悲 请师父开示 是这样的 比方说你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功德 比方说我们今天雅加达开上法会 你在里面做移工了 对不对 明天开法会做移工了 你很努力拼命的法术跟人家讲啊 做功德啊 那么肯定有功德的 这肯定的 你就跟菩萨说 我把我某某某 这是在雅加达做法会的这个功德 给我病重的母亲 你一定把功德给她 她一定马上就会好起来了 很快 但是只不过你在做这场法会 功德的大小 也至于她拿到多少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功德没有 你已经许了这个愿 对方我可以告诉你 只不过是没拿到 也不会她会伤到她的 明白了吗 大不了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感恩 还有一个 你最后问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如果会不会自己会被业 明白了吗 因为你功德不够 你去说给人家 最后又没有 你真的会被当悲的 这是真的 比方说你今天没有钱 你跑过去跟他说 我来替你还 又还不了 人家就问你要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师父感恩 第二个问题 千人离婚是动因果 对 那千人不离婚 是不是也是不好 请开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你看亚加达就是不一样 印度尼西洋民歌 哎呦妈妈 所以他怎么会 哎呦妈妈 问出这种问题出来的 实际上呢 劝人离婚 那肯定是缺应得的 为什么呢 就算他缘分没了 你也不要去劝 因为你一劝 他说是因为你劝我了 我离婚了 那么你就缺得了 实际上他本来就要离婚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他本来两个人 就不好了 他自己真的要离婚了 你说叫他不要离婚 对不对 实际上都是没关系 因为劝和不劝离 你哪怕就是他真的要离 你劝了他也会离掉 听得懂了吗 如果你今天他不想离的 你多讲一句 他真的会离的 那你就缺德了 你明明知道 他不能再夫妻好下去了 你也是讲话要当心 就说哎呀 随缘吧 你们夫妻一定要这样 我们也只能随缘了 随缘嘛 也可以不离 也可以离啊 所以很多法师 你去问他 这事情怎么样了 他说什么 不是随缘 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阿弥陀佛 就是也没说yes 也没说no 听得懂吗 你以后就学 人家说一定要离吗 随缘吧 对不对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 并没定性前 念经可以翻转 定性后就难了 他们很动脑筋问问题 比方说 这个人癌症还没有发出来之前 你一念经 他会好的 是这样的 如果癌症已经发出来了之后 你不知道要念多少经 他才会慢慢的好 那我只要举个简单的例子 给你先听 你就明白了 比方说 你今天做点坏事 是火药 对不对 你放一点火药 又做点坏事 又放点火药 又放点火药 火药已经堆成山了 这个时候 虽然是火药 但是它没有爆炸 你是不是可以 把火药慢慢消掉 对不对 它就不爆炸了 天天念经许愿 把火药就弄没了 这个火药在这里 蹦 爆炸了 我问你 你接下来 只有收拾烂摊子 你这个时候 再去打扫 就是打扫 爆炸物品和 遗碎物品的 没办法了 已经炸了 成果了 所以 什么病 要治在前面 什么心灵 都要以善 要靠平时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过去 佛法界讲 叫临时 抱佛脚 你出了事了 你在菩萨 保佑 那怎么领啊 对不对啊 你为什么 没出事之前 你不能天天念经的 do you understand 感恩师父 最后 也叫打工修会 希望师父 常常来 印尼 我一定会来 等了三年多了 等了三年多 我一定会来 因为他们帮我 弄了个办公室 所以我就算 人不来 我 法生也得 常常过来 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 十方三世 以谢菩萨 以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恩师 罗军红台长 感恩 全世界各地 前来助援 印尼法会 无时附属的 同修 感恩 感恩 弟子 仅代表 美国洛杉矶 公修主 有三个问题 想请师父 慈悲开心 哦 你是三动人啊 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我们修新 灵法门的同修 经常会梦到 没有修 新灵法门的家人 或者朋友 生病了 请问师父 这样的梦境 我们可不可以 判断是 菩萨的提示呢 或者提示我们 去救度他们呢 请问 我们师父 该不该 把这个梦境 告诉他们呢 这样如理如法吗 嗯 首先呢 如果做梦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显化 因为一般的菩萨 跟我们呢 接触 提示我们 或者护法神 基本上在梦里的 因为当你眼睛 闭起来的时候 你离开了阳间 听得懂吗 你脑子里 就可以接受到 一些 我们说 那个这个 所以暗物质 菩萨是暗物质 就是看不见的东西 它就会在你脑子里 如果做梦 做到某个人死了 说明他重病 如果梦见 某一个人生病了 他生的会生 一个比较轻的病 听得懂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 你讲给他轻 如果你梦见某个人生癌症了 你觉得他承受得了的 你就告诉他 如果你觉得他承受不了的 你就不要告诉他 明白了吗 这是凭良心的 帮他好好求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那就算当时他不相信的话 那么我们 结果后来他真的 这个梦 做了以后 真的预示这个梦 这个太多了 很多人做梦 做了之后 不相信 不相信吗 生癌症了呀 人家做梦做到他生癌症 他就不相信他生癌症了呀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用这个方法 忍进他入佛门呢 所以说 你已经生癌症了 你现在还不进佛门呢 那当然可以了 他已经生癌症了 他觉得 没有希望 靠医生救 医生也不一定救得了 这个时候 他就会 什么方法都用 这个时候 你就求他 就是让他学佛 会比较奏效 所以人就是说 有一句话 不好听的讲 不见棺材 不掉泪了 真的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们每天 功课念诵的三遍 或五遍 礼佛大忏悔文的经文之前 针对于至神的每一件 特别罪念 进行 足以 足以 祈求 忏悔 还是统一向 观世音菩萨 祈求 忏悔 请师父 慈悲开示 比方说 你有很多的野障 你求菩萨的时候呢 是这么讲的 你呢 如果觉得某一件事情 你心中真的很对不起 某一个人 或者你过去的恋人 你伤了他了 你心里很难过 这个时候呢 你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求观世音菩萨慈悲 让我这个某某某 这个我对他的冤解 能够化解 我对不起他 求菩萨能够化解 我这个业障 那么你当然要 针对某一个事情 如果你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很重要 就是觉得我过去 做错很多事情 都不是太大的事情 那时候观世音菩萨 你慈悲 让我消除我的业障 是这样的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伤害到别人 一直心里觉得很难过 一直放不下 那你必须就直接要求这件事情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那么第三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小房子是销 涅脏的法宝 但是我们很多人 但是我们很多人 由于累生累世的 涅脏积累 光靠小房子 是销不完的 那么请问师父 在我们往生的时候 如何才能 不让冤亲再主 在些眼前 超度六道灵回呢 我们所做的功德 在往生的时候 能否转化 用来抵挡 或识别 冤亲再主 或幻化 又或 从而让我们得到 怪世音菩萨的接引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这样的 因为当一个人的一生啊 你做的 单单念小房子 你当然这个功德 肯定不够的 那么为什么 师父平时叫你们 许愿 念经 放生呢 放生是你的行为啊 修行啊 对不对啊 那么你修心就是念经 那么修心 个修行都有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 愿力 愿力最重要 愿力能消掉 很多的业障 我曾经讲过的 一个孩子 比方说做错一件事情 他的爸爸妈妈 恨得不得了 要打他 这个时候 爸爸妈妈说 你改不了了 你这孩子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 他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爸爸妈妈 你相信我 我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 你相信我 我从明天开始 我怎么怎么一讲了嘛 爸爸妈妈就相信他了 实际上 许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能够许愿 就是说 你可以消掉很多业障 但是这个业障 是暂时消掉 如果你愿成了 那你的业就消了 如果你愿不成 你这个业还是存在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此为开示 我的问题问完了 那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 灵感观世音 菩萨摩和萨 感恩龙天护法 美国洛杉矶共青组 祝愿师父 法体安康 常驻人间 广度有缘 救助医院众生 也万分期待 今年九月 师父 力临北美 无常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此为开示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无我利他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诛福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弟子代表上海共修主 问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 开始 第一个问题 同修去世了 有其他同修 受往生 一夜以后呢 生病了 是助念的佛 有悲夜了吗 助念以后 需要注意什么 是否助念最好 不要一个人进行 请师父慈悲 开始 首先 当别人过世了 你去帮他念经 你去看庙里 帮人家操读 是不是 很多很多法师啊 对不对啊 你一个人去 肯定不行的 我们助念 要很多人 人越多越好 对不对 第二 如果你助念完之后 你觉得生病了 那你一定把他背了 或者受他的阴气所清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因为人是属阴的嘛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阴气所清 人就会不舒服 你比方说到坟地走一走 你回到家就不舒服了 明白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如果一个师兄 很努力地度人 放生 但是没有很多的时间念经 小房子也念不出来 平时靠机缘法师的小房子 安顿家人和自己 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吗 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就是说 一个人在学校里读书 你必须听读写都要会 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 我就会讲语文 但是我不会听 或者我不会写 对不对 也不行啊 你不会看 那是文盲 对不对 我会听 那也不行 是文盲嘛 所以你必须三个同步进行 我拼命地度人做功德 我好好地念经文 来加上自己的自身的建设 就是新的 那个学佛的一个理念 那也是很重要 所以实际上都要同步进行的 就不能说 我拼命地做某一个功德 所以很多的其他的有些法门 他们就是讲究做的 有的就是不做 就是拼命念经都有 所以我们的心灵法门 最好就是又念经 又要做功德 同步进行 比较好一点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如果每天善香的时候 都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某某某 感恩我的药经者 给我开悟修心的机会 并向我的药经者 忏悔曾经对他们的伤害 再结合每周 烧送小房子 效果是否更好 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请师父慈悲开始 最好再加上一句 我向我的药经者 致以崇高的敬意 脑子坏掉了 怎么可以讲啊 你跟灵性说 谢谢你啊 你来搞我啊 他来搞你 你就不要再去讲他好了嘛 对不对啊 不要讲了 感恩你啊 给我这个境界啊 感恩你搞了我 让我生大病 然后呢 我知道要怎么念经了 你就感恩关心 不咱们就好了 听得懂不了 还致以崇高的敬意呢 不好意思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我的问题问完了 我们上海共修主 在新的一年里 一定谨记师父的教诲 精进学佛 认真修心 遵纪守法 爱国爱民 依教奉行 广度有缘 努力做师父的 合格的好弟子 我们忠心拙愿 师父在新的一年里 法体安康 全球鸿法顺利 让更多的有缘人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从雅加达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党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恩大德 救我们会命的恩师 卢金洪台长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护持法会的法师们 和所有佛友 同兄们 感恩大家 这次到印尼来 真的也没想到 我们都是 大家前世有缘分 这么开心 真的感恩他们 来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十分深信 诸佛菩萨 感恩吾我利他 恩师傅 卢金洪师傅 感恩各位住院法师 法会的法师们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 义工及佛友们 以下我代表 多伦多共修主 提完三个问题 请书 问题一 愿力和法身的关系 师傅在白话佛法中 开始 法身是愿力 成就一切能量的本源 可否理解为 愿力有多大 成就法身的能量 就有多大 成就开悟的境界也不同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你的愿力越大 你成就的法身 越大 但是你做不到 那么法身也没有 你做得到了 你法身就很大 听得懂吗 所以地藏王菩萨说 地狱不空 师父成佛 他是个大佛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 问题二 关于愿力的重要性 对于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来说 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师父开始过 缘分是由愿力而来 如果一个人有愿力 你就有缘分 一个人没有愿力 就会失去了缘分 所以愿力强的灵 圣缘自然救足 如果发愿去做一件事情 天上地下都知道 这个灵就有天地鬼神帮助 如果不发愿 做了就做了 慢慢累积到你的功德里 这个累积比较小 对于你所求的事情就不灵 请师父开始 为何适合自己大愿力而不偿万语 愿力是否 是干随着时间和修心修行的境界 不断地调整的呢 我听得懂你话得一半 加拿大口音太重了 对不起 那个pronunciation 有点小问题 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主要问题是说你的愿力越大 成就的你这个人的心愿越大 你比方说我一定要孩子好 我一定要孩子能够考上金银中学 妈妈天天早上四点钟起来年轻 给孩子烧饭烧菜 帮孩子补课 对不对呀 那孩子是不是容易成功啊 就是这样 所以愿力呢 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只要你能够许这个愿 拼命地去努力 菩萨就会成全你这个愿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傅开始 自没几个翻了半天 问题三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喜愿念经放生 是帮助我们快速有效的消除 消业皇宅 化解冤结的无上法宝 但有同修认为 自己经商杀业不重 可以省下放生的钱 去多做其他功德 请问师傅 是否这样 缺少放生和少放生 会对今后的修行修行有影响 做其他功德 也能弥补放生不足吗 是这样的 首先要记住放生 为什么 放生有什么好 记住了 一个人想严寿 寿命比方说到了七十岁了 那么你想严 人说 哎呀我七十岁差不多了 但是一到七十岁 他就想我活到八十岁吧 活到八十岁的时候 再来五岁吧 活到八十五岁的时候 牙齿都没了 我再来五岁 九十差不多我就走了 到九十岁的时候 你别看我虽然不能走动了 我全愿躺在床上 你再让我活到一百岁吧 对不对啊 所以一个人总是怕死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活得长呢 那唯一的方法 那么就是放生 放生是严寿的 所以放生一定要做 放生是你严寿很好的一个方法 听得懂吗 你让别人严寿 你就能得到严寿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用什么方法 能够弥补放生的方法 实际上任何方法 都是相辅相成的 并不是说 我今天用这个方法多了 就可以盖住那个方法 对不对 是这个概念 你今天数学好得不得了 你就语文一定好吗 你今天孩子 语文好得不得了 我数学就一定好吗 你数学考第一名 不代表你语文能考第一名啊 还有历史呢 对不对啊 就是这个概念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们多伦多 共修祖祖 安师 弘法顺利 法体恩康 常住在世 我们一定精进学佛 拼命弘法 让心灵法门 知花 撒遍多伦多 最后请师父 慈悲加持 多伦多观音堂 愿找到 合适的新弟子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世界各位朋友 感恩各位法师 好 这些孩子都是很善良的啊 感恩拿摩大次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摩赫萨 感恩大次大悲 吴我利他 台长师父 感恩隆天父法菩萨 感恩为法会助援的法师们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和义工们 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祖 请教师父四个问题 请师父持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师父时常教导我们 要正心正念 学佛要鲁履薄冰 当我们察觉身边的同修 有走偏的迹象 尝试给予对方劝告了 但是对方不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对方呢 请师父持悲开示 抓起来 把他抓起来 要记住 他是同修 对不对 看见自己的兄弟姐妹 做错事情 首先呢 要慈悲 去原谅他 尽量能劝他 如果他实在 不接受劝 就先让他在家里好好修 不要到共修会来 影响其他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让他不要来 这很简单 如果你们大家一直决定 觉得这个人是修偏了 那么就叫他 请他不要来 好吧 如果大家 就几个人认为 那么说明这个人 还有不同意见 大家尽量去帮助他 去让他改正 如果他以后真的改正了 再把他请回来 就没关系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有同修学佛前 找过通灵人 念经后 发现一直有小房子的药经者 更糟糕的是 家人不念经 还在找通灵人看事 同修无法劝阻家人 现在该如何面对 请师父持悲开示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因为自己信 但是家人又不信 而且拼命的 再去找那些通灵人 这个真的是 比较的麻烦的事情 就算你在家里 拼命念经了 通灵人把鬼找进来 来帮你治病了 你说说看 你家里怎么搞得 不要鸡犬不宁呢 对不对呀 所以这种事情呢 最好的方法 先念小房子 然后呢 要给家里人念经 念了经之后 再去劝导他 叫爸爸妈妈 不要做这些事情 告诉他 我们要正信正念 不要去走这种路 要求菩萨保佑 你就问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你觉得观世音菩萨 法力大 还是那些地府的灵性 法力大呀 通灵人的法力大 还是观世音菩萨 释迦摩尼佛的法力大呀 这样的话 慢慢改变他的观念 然后再能够把他这个事情彻底改变过来 的确是不容易的 要坚持 要努力 好不好 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 多走 他已经习惯了 第三个问题 有同修 近些年 不但经常有家中 亡人找他要小房子 老家过世的邻居 也会找他要小房子 前后好几位亡人要经 如果同事念的话 时间会很长 担心烧下去的小房子 会被亡人用掉 小房子数量又要增加 该如何面对 如何安排 请师傅 持悲开示 记住 有的时候 过去发生一件事情 比方说 一个先生在赌场里 欠了人家很多钱 最后呢 他死了 死了之后呢 他太太呢 人家逼着 叫他太太还 他太太呢 自己辛辛苦苦赚点钱 就还 辛辛苦苦赚 怎么还不完的啦 怎么这么多钱啦 因为他不知道 先生到底欠了多少钱 我们现在也是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欠了多少 所以我们小房子烧下去 但是有一点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小房子是越烧不会越多 是越烧越少的 对不对 还的越多 所以不要担心 我就慢慢的还 我就不停的烧小房子 时间长了 一定能还完 要有信心啊 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持悲开示 第四个问题 同修一时 发心很大 比如 我要好好修 要一事修成 应该向师傅学习 严格要求自己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 会遇到挫折 会出现 会出现 消极情绪 涌出不好的意念 这样就会有 很糟糕的梦境 和身体不适 沉重昏碎 知道这些状态是很不好的 该如何激励自己 重新振作起来 请师傅持悲开示 像这种问题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 第一 精进的努力 像师傅学习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啊 但是呢 不要说 我要一事修成啊 他可能会激活业障 明白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呢 就是叫他呢 要多念礼佛 一个人想念的好 最好多念 礼佛大忏悔文 礼佛大忏悔文 如果多念的话 他消业障 就消得快 而且小房子下去呢 速度特别快的 就解决了 所以叫他 要好好的 要把那个小房子 再加上礼佛 一起念 消起来特别快 好吗 感恩师傅持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我们日本公修主 全体佛友 祝愿师傅 法体安纲 常驻在世 弘法胜利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雅加达法会 祝愿师傅 圆满成功 请师傅慈悲加持我们 心灵法会 心灵法门 日本公修组 十月东京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师傅 你们现在知道 师傅多忙了吧 全世界跑啊 好辛苦啊 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傅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祝佛菩萨 感恩所有护法菩萨 感恩法师 感恩大家 荷兰共修祖 给师傅请安 祝师傅法体安康 弘法顺利 有两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佛友是修其他法门的 想要供奉 法会开光的观世音菩萨像 请问师傅 结缘给这位佛友 是否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 他在家里 如果他不想把他过去的 供的菩萨请调 让他继续供着 然后呢 再设一个小佛台 供上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就可以了 感恩师傅 第二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如何理解佛道是修来的 不是求来的 佛道是修来的 不是求来的 记住 佛陀在2500年之前 他就知道 人 他就说了一句话 说人 接据 众生接据佛性 也就是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佛 对不对 都有佛在心中 那么这个佛是怎么来的呢 对不对呀 不是求来的 本来就有的 你一修就来了 那你就犹如一面镜子 已经很脏了 如果你擦一擦的话 你擦的时候 不叫做修吗 一擦的时候 他是不是镜子就看见了 是不是就修来的 如果你说是求来的 你没有的东西 怎么求得到呢 一定要有的东西 才求得到 没有的东西 你是求不到的 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感恩十方三十 一切祝福菩萨 感恩所有护法菩萨 感恩所有的一公同修们 感恩所有的佛友们 我们荷兰共修祖 一定精进修心修行 一心一意 跟着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跟着师父 红法立身 广度有缘 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 佛光撒遍荷兰 感恩师父 跟观世音菩萨说一下 把佛光旧撒遍荷兰 你们都没有了 感恩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隆天护法 诸天菩萨 感恩大德恩师 卢君洪台长师父 感恩所有助援的法师 及全世界义工同修们 弟子代表台湾共修祖 提问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感恩 第一个问题 当梦见不信佛的家人 有劫难 师父说过 一般是遇事 三到六个月内会发生 若是做义工 可以用自己 百分之五十的功德 求菩萨帮助家人 请问师父 这百分之五十的功德 是先求菩萨帮助家人 过劫难 还是求家人先信佛 请师父开示 师父告诉你 百分之五十呢 必须是某一场法会的功德 你不能用全部自己身体 做功德的百分之五十 否则你就会倒下来了 听得懂吗 你求官师 因菩萨 菩萨就会保佑你 把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功德 先给必应家里的人 先让他身体马上就好起来的 你在不停地做 他身体不停地好 你再做 他再好 你再做 他再好 感恩师父 师父 师父 是的 我听真的 弟子提问第二个问题 参加 参加法会做义工的功德 至少要留百分之五十给自己 不是 可以百分之一百都给的 可是会倒下来 我已经憋不住这么慢了 我吃不休 我就告诉你 傻姑娘 我说的是法会某一场的功德 百分之一百都可以给 不是说把你所有的功德的百分之五十给了 那你就倒下来了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 那么 请教师父 这次印尼两场法会做义工的功德 能求菩萨三件事 最后留百分之五十给自己 吗 那有 我发现 你看他不笑的 他自己很逗的 他讲完了他不笑了 他最后 最后全部话讲完了 妈 哎呀 笑死我了 傻姑娘了 你 像你这种速度的话 一天最多能念半张小房子 我有三张到五张 他说三张到五张 你看他不笑的 挺好玩的 傻姑娘是这样的 你要记住 就是说你比方说 你今天把这次印尼的两场法会 你如果很努力 过做功德 做得非常的努力 你当然可以说 我给某一个家里患病的病人 他会根据你法会的 这个给的百分之五十的功德 他会来给他好到什么程度 是真的 很多人进 比方说急诊室了 可以从急诊室出来 我们有一个 一个一个 我们的东方电台的一个 设置 电视台的设置组的这个人 他只要给他百分之十 他妈妈就从 这个这个危险病房就出来了 已经连续三次了 送进去要动手术 给了百分之十 妈妈就出医院了 像你这个百分之五十 如果你做得很多的话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你现在懂了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台湾共修主 在此祝福心灵法门 在世界红法顺利圆满 让更多的有缘众生 能够顺利得度 离苦得乐 台湾共修主 非常感恩与期待 师父 在十月二号 在台北小巨蛋的法会 大家期待 师父期盼 台湾共修主 台湾共修主 在此诚挚地邀请 全世界的义工师兄们 在十月二号前来祝园 也恳请全世界的佛友 来美丽的宝岛台湾 参加法会 共瞻法喜 最后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佛桑 感恩师父 感恩远到前来祝园的 法师 与义工佛友们 台湾共修主 在此祝福印尼 及全世界的佛友们 在2016年万事如意 学佛精进 法喜充满 感恩感恩 感恩师父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到来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感恩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红台长 再次感谢大家 参加今晚的佛友见面会 今晚的见面会 圆满结束 祝大家学佛精进 法喜充满 感恩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黄幻星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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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幻星不再